嗨大家好 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的 这个是Top Weather在New Hill的一个小区 那么这个New Hill也是 离Apex其实是非常非常接近 它靠着的 包括Holly Springs都紧贴着的 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城市 可以说隶属于Apex或者Holly Springs的一部分 Top Weather在这个小区 它现在虽然说是有不少的房子已经入住了 但是呢还有一些地块可以选择 而且它的地块呢是相对比较大的 基本上在0.34个echo以上 另外呢它还有一些地块暂时还没有release出来 让大家来看看这个楼盘 这个楼盘呢它是介于 Holly Springs和Apex交界的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来看看这个小区的这个环境 Life in North Carolina is a personal YouTube channel to show the beauty of North Carolina and her daily life in North Carolina In this channel, you will find the city's natural beauty the shopping, traveling, the real estate investment and a lot more in North Carolina Go to YouTube and check this out 这个呢就是它整个一个小区的一个入口的地方 就往小区里面方向走 看一下它这个小区里面所有的一些配套设施 Dog Park 狗狗公园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看它这个就是进来的入口的这条路这里 进来之后有很多的这种感觉像森林一样的 很高大的树啊 然后也看到很多的车进进出出 因为它有很多的房子已经入住了 前期开发的 大家可以看看目前它已经入住的这些区域啊 房子建的 它这里呢因为地块比较大 所以呢像一般的房子的话 它标准是配三个车库的 你看有很多的孩子在这边打篮球啊 然后小小孩在这里玩 这个是它的一个泳池 边上的一个club 这里就是它的室外泳池的地方 因为现在冬天嘛就不开放了 这里呢是它的一个集中的信箱的区域 那它的这些地块呢 基本上就是在0.34个aq以上 所以它的那房子的间距还是比较大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一套房子和它边上邻居的距离 大家看一下 还是比较宽敞的 而且边上的就是 外面都是一些像森林一样的这种树 景观很漂亮 好那大家就跟我去看一看它的一个样板房吧 对面这套房子呢 就是它的一个样板房了 这个户型呢是大概4300尺左右的 有4到6房 它现在这边呢是做的是5房 先看看它的这个麦里面 我们先看看它后院吧 今天是周一哦 这边还有很多人来看房的 因为现在我们这边这个市场是 今年几乎没有这个淡季这么个说法了 感觉 尤其这种是新建的房子 大家知道这个样板房 它一定是做的非常多的那种升级 给你所选的升级选项里面 是不包括的像这些硬化的东西 它都不会给你做升级的 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房子 整个后面的 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后面的一个porch 很大很大 那这个它都不属于标准的这个价格里面所包含的 那因为它这个地形的关系哈 样板房这边是稍微有点点斜 因为它这个房子它是做了三层的 第三层呢它是没有装修的 所以它这个空调室外机是比较多 基本上大概每一层一个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房子的正面 进来看一看啊 这是它前面的一个front porch 好我们来看看它这边这个正餐厅 正餐厅也是非常的宽敞哈 而且它这个餐厅呢 是可以直接通往厨房的这个区域的 那我们来看看它进门的右边呢 是它的一个书房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坐在这边办公看着这个房子里面漂亮的装修啊 心情也会非常的美丽 那这两层窗非常的高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有两层的高的一个foil 非常的漂亮 再往里面走呢 右手边是它的一个房间 那因为它这里呢是把它升级成了一个房间的 如果是标准的话呢它是一个flex room 那因为top brother他们家的一楼的这个层高基本上都是10个feet全都是 这样的话它的层高空间感是非常的舒适的 好那这个房间呢有点特色的是它在这个closset的边上呢 因为有凸出去的一块地方它把它做了一个固定的一个像写字台一样的区域 那因为考虑到跟那个一楼公共区域共用这个卫生间 所以呢它在这个房间里面呢做了这样一扇门 大家看一看这个卫生间 然后你看它这扇门是可以直接通到房间里面的 好我们从这里出来房间出来看一下它的客厅 那它这个客厅呢是标准的这个大小 外面呢做了一个outside的living area 客厅呢直接等于说是像非常open的这么一个空间连到早餐厅和厨房的 再来看看这个早餐厅 这早餐厅的空间也很大哈 早餐厅这个区域你看它是对着外面的后院的这个景观 好我们来看看厨房的这个区域 那这个厨房呢它的这个结构是标准的 那这个窗是很多很亮哈 中间是一个倒台的设计 当然它的橱柜什么都已经做了很高级别的升级 包括这个橱柜是做到顶的 这个gomming kitchen 它用的这个电器呀都是升级到最好的 油烟机和这个灶台全都是那种commercial的级别 就是像那种餐馆里面用的 当然它这个冰箱是这个升级配的嵌入式的冰箱 来看看它的导台 很多的储存空间像这些地方都是可以放东西的 边上这么多的一个cabinets柜子 非常多的储存空间 好我们来看看它厨房后面 车库进来挂衣服的地方 这里是一个洗衣房 洗衣房也很大了 你看它这个挂衣服的地方也很宽敞 好它这个户型啊是有两个楼梯 一个楼梯就是刚才我们进门主入口的那个楼梯 还有这个楼梯呢是从厨房这个后面上去的 车库进来之后可以上去的 好我们来看看它厨房这边配的一个pantry 它这里不但有一个布鲁式的pantry 还有一个非布鲁式的 可以放很多瓶瓶罐罐的食物的东西啊放在这边 另外这里还有一个类似于像国内这种备餐间的这么一个空间 一般来说这个地方大多数是放咖啡机的比较多一些 好我们上二楼去看一下 你看它是一种旋转型的这个楼梯 我们上二楼去看一下 这个就是它二楼的hallway的空间感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下看哦 上楼的右手边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主卧 非常大这个主卧 大家可以看这张床跟到那边墙的这个间距啊 就知道这个空间感是很宽敞的 好我们来看看第一个衣帽间 布鲁式的啊 衣帽间出来看看我们这个漂亮的主卧 往卫生间走 正时间到卫生间之间呢 这块地方呢 是另一个衣帽间 还有加上这么一块 可以换衣服的 或者说换鞋子的区间 看这个衣帽间 那这个衣帽间 更其他的这个啊 装饰来看是一个女生用的哈 女主人 有很多挂衣服的空间 我们进去进入到这个主卫 这个主卫呢 不但有我非常喜欢的这么一个抛缸 还有很宽敞很宽敞的一个淋浴房 加大的淋浴房 双台盆 中间还隔了一个化妆台 洗脸盆里的比较远是我比较喜欢的 看这个泡膏真的是漂亮 这个淋浴房是非常宽的 大家看它有两个脸盆头 还有非常宽敞的一个bench 洗澡洗累了可以在这做休息一会儿 那这里呢就是它的一个toilet的area 大家看看这个空间 嗯 主人房太奢侈了 这么大 好我们来看看剩下的其他几个房间 那这边呢第一个小房间哈 里面的空间一点都不小 而且有一个比较宽敞的布鲁式的衣帽间 房间里面也有一扇通往卫生间的门哈 双台盆 和这个台盆就把它做成干湿分离了 带淋浴的这么一个浴缸啊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game room 其实它有点像bonus room 因为它这里进来是直接走了没有门的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小房间啊在这一边 它也是一个布鲁式的衣帽间 而且呢它这个卫生间是自带的 就是类似于像一个小套房 好我们再去看看另外两个房间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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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个小套房啊自己带了一个卫生间的 好我们二楼呢就参观完了 那我们就从厨房这边的楼梯哈 下去看就是刚才我们拍摄到的一个车库进来的区域 好又走到了这个厨房这里 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社区的样板房 就给大家拍摄到这边了 这个社区里面的户型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它总共有八种户型可以来选择建设 同时它也有一楼主卧的这种户型哈 那面积大小基本上是在三千二到四千五 这么一个范围之内 都是从四房到六房可以选择来做的哈 起价呢是从五十四万多一直到六十八万这样子的 不同的floor player哈 那么大家注意一下 基础价格是没有包含的地价的 也没有包含内部这种装修的升级部分 那如果加上地块加上内部升级这一块的话 你可能要考虑七到八万块钱的一个预算 加上这个基础的价格 那么我觉得就是有一点还要跟大家说一下 它这里的这个户型全部都是标准是三个car garage 另外它的学校也是非常不错的 它的初中高中都是APEX friendship 它的小学是Scot Ridge Elementary School 那这个小学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学校哈 那么因为考虑到这个社区 它还有相对来说比较多的这个地块啊 可以选择 可能就外周的朋友不太了解我们这边 目前的这个房地产市场 其实目前我们这个房地产市场是非常的火爆哈 特别是新房 我几乎进到哪一个这种新房的销路中心 他们就告诉我啊我们只剩下这几个 房子可卖了目前 那等到下一批我们的地什么时候出来 或者说有些他说啊我们就剩下两套房了 没有了卖完了 这个小区把上就sold out 那么所以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就是一定要尽快的做决定 另外一个呢就是像头布拉他们家的这个房子 你从土地开始一直到它的这个建设完成 这个周期大概是十个月左右 大家对这个社区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欢迎联系我 好那大家如果对头布拉的其他的社区也感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联系我 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结束 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 欢迎点赞分享按小铃铛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